四红十约 排的顺序 我们要回看了 说佛第一个发布的心 不发心 佛法跟你 没有缘 一定要发心 特别是大臣 尽忠是大臣 菩提心是什么心呢 救度一切众生的心 众生无边是缘度 这是菩提心 发了之后怎么度 先度自己 然后才能度众生 自己没有度 你度不了众生 那怎么度自己 烦恼无尽是缘断 用什么方法来做烦恼 持戒修订 是断烦恼的 我们现在持戒 生烦恼 他不断烦恼 不学戒 他不知道什么叫烦恼 不烦恼 他喝得很自在 学了戒之后 不得了 这一动就犯戒 动个念头就犯戒 一举一动也犯戒 这怎么办 听说戒是清凉 戒是自在 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 怎么不清凉 你没有修到戒 你对戒完全不懂 所以你在那里 受苦受难 受到老死 还继续搞轮回 还没有搞完了 不是戒不好 戒律是圆融的 大臣教理叫 大开圆解 你在戒律里 就在打自在 你要是不知道 不能够圆融 那戒律给你带来 很多麻烦 带来很多障碍 你的心 没有 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 反而多了 任务 什么呢 戒律任务你了 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 本来实际 可以得到 清净心 平等心 你现在把戒律 坚固 执着 造成了 另一种的 染污 你看 世界法 染污里了 佛法 现在染污里了 那戒律 代表人是清凉 是自在 现在 现在你学了戒律 烦恼多了 顾虑多了 烦恼顾虑是疑惑 你没能圆解 那在这个情形怎么办 我想许老四都找不到 老四是不是 云荣通达的人 开悟的人 持戒 通达戒律 没有开悟 还是不行 没有开悟的 讲不原 他解决不了 我们问题 所以 烦恼无尽 是人的 用戒律 断烦恼 就像这个树一样 我们要不要 这棵树了 怎么办 先把树叶拉掉 再把长树叶枝条拉掉 慢慢地 拉到根 多费事 那净土中怎么样 从底下把根挖掉 一颗树往上拉走 你要从置之一一地 慢慢拉的时候 拉一个星期都拉不完 你从根把他锯掉的时候 你马上就拉走了 为什么 金钟是大宗持法门 知道 一罚就是一切罚 一切罚就是一罚 从疑难地下手 很容易解决 从置业上下手 可麻烦了 累死人了 所以烦恼要断静了 开悟了 悟是本有的 为什么会迷了 烦恼障碍住了 盖付住了 现在把烦恼袭凍凍凍去掉了 救了 所以持戒目的是得定 得审美 就是得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平等是定 有定就会开悟 下面那个绝 就是开悟了 清净心 小悟 平等心 大悟 清净平等 完全回归到旧了 就大扯大悟 明心 见了心之后 四红诗愿第三条 发门无量诗愿许 逛学多文 在什么时候 在断烦恼之后 开悟 不开悟 只能学夜门 学夜门是什么 是得定 夜门容易得定 门学多了 就乱了 你得不到定 你得到是知识 是常识 你没办法得定 更没办法开悟 定 定久了 就开悟 开悟之后 才能够学法门 光学多文 最后 与人们成佛 佛道无上誓愿者 我把四红诗愿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们问我走什么路 我接受 阿弥陀佛的教诲 我走 阿弥陀佛的路 阿弥陀佛路怎么走 四红诗愿 我只修两愿 全面两愿 众生无边诗愿度 我有这个愿望 我尽心尽力 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一点都不勉强 用一句佛号 断一切烦恼 念头才动 不管它是善念 是悟念 第一个念头起来了 第二个念头 阿弥陀佛 不允许 妄想冒出来 不允许 有杂念生起来 你们的戒律 很多 好多条啊 我的戒律 就一条 阿弥陀佛 这叫我的戒律 海鲜做成功 我也是走这个路 简单 明了啊 三句境界 全在一句佛号当中 念念是阿弥陀佛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知足 清净 清净平等 我得到了 这个道理 你才真正学到佛 佛的秘诀 你掌握到了 不单 世界法 放下了 佛法也放下了 所有一切经论 过去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现在全放下了 现在就剩了 一句阿弥陀佛 一步无量手机 一步诸解 这是帮助别人 我要把净土 介绍给别人 这是我的材料 我自己呢 我自己连这个都没有 我自己就一句说好 跟海鲜老后生 完全一样 念念不舍这句佛号 这我感觉 一丝毫怀疑 没有 这才是真心 又怀疑不行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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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求生见乎 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念 这个世界是究竟苦 极乐世界是究竟路 我们要放下 究竟苦 我们要取究竟路 人人都能做得到啊 平等法了 那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啊 你要想你就会得到啊 在这个世界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平等对待 何目相处 怎么平等呢 通通等于灵 一切有为法 如梦还泡影 这才做梦啊 梦醒了之后 梦中境界 没有了 没有了 永远找不到啊 所以知道 一切法不是真的 是假的 是假的 假的放在心上 就变成障碍 真的放在心上 就有时候是智慧 假的放在心上是烦恼 放真的 不放假的 什么是真的 阿弥陀佛是真的 你把这个放在心上 肯定生智慧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 等到你得到一心 就生智慧 没有得到一心之前 碰到问题了 忽然聪明了 不迷惑了 那是什么 那是弥陀名号 加持你 阿弥陀佛 会念跟不会念 差别很大了 阿弥陀佛 就是海鲜老和尚 这三个条件 更新 要开始培养 养什么 老师 听话 睁开 意见很多的人 不听话了 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看法 佛的话 他不听 他不相信 十年过去了 一丝五成 久不久悟 还没久悟 再过十年 还是一丝五成 那个时候后悔 来不及了 学习的态度 这是神圣的教育 神圣的教育 要用神圣的真心 去学 你才学得会 你用旺心 别人都找不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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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